主料,酒尖虾450克,胡萝卜50克,上海清淡30克,主料,再两粒,香油,姜粉,料酒,盐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酒尖虾去壳,再背部换一刀,取出长鞋,用姜粉,料酒,盐腌制15分钟,沥干水分,展开后取适量的面粉撒上,用擀面杖轻轻的敲打成香片,怎样,是否看上去比原来的香料? 烧虾更大些呢?烧开水,将虾片轻轻放入烫制定型,用冷水冲洗后带用,可以去掉表面多余的淀粉,取上海清的菜单,切成小片,胡萝卜也切成片,放入开水中超炭片和过凉,水中加点油和盐,成品色则更好些,热多少油,小火包香蒜片,放入菜打和胡萝卜片翻炒片刻,加入虾片转大火,快点火, 速翻炒均匀,撒上盐和香油即可出锅,烹煸技巧,普宇,所有材料都是事先超烫过的,因此,烧微翻炒就可以了,虾片表面含有淀粉,所以千万别炒胡萝,烧微翻炒入味就可以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